我們接下來要來參加The Great Cycle Tokyo 哇 我們現在就是彩虹大橋上了 哈囉這家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現在仍然來到東京的台場 我現在身後呢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來參加The Great Cycle Tokyo 那我們現在人的位置呢在彩虹橋的旁邊 待會我們就準備騎乘走長32K的比賽路線 那這種比賽的活動呢算是今年第二屆舉辦 因為去年舉辦的時候聽說是超級大暴雨 所以來參加的人整個都凌晨落湯級 而且非常冷 那還好今天是一個好天氣 而且我覺得溫暖程度是 台灣人還可以結束在12到16度之間不會到太冷 非常期待待會騎乘和這些路線可以看到什麼 漂亮的風景再持續跟大家分享 OK 我們就準備往前面前進準備出發囉 3 2 1 Start 開始了 開始了 左轉 哇 馬上就上橋了耶 哇 我們現在就是彩虹大橋上了耶 左右兩邊都可以直接看到台場港區的風景 哇 東京灣岸隧道通過 好 各位觀眾看一下這裡 我們現在人在風舟市場 啪啪 待會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風舟市場在叫賣的過程 身後這邊就是風舟市場 它交易過最大最大的鮪魚 你看一下這個是實體1比1耶 如果你是一般人來參加觀摩的話 其實這邊是可以一般人進來的 這個活動算是有特別抽選中 聽當地人說也是非常難抽中的 就是名額很少 所以我們待會應該可以到下面 更近距離來看近距道的過程 好多耶 各種尺寸的 從小的到大的 而且下面這些全部就都是買家 在現場挑選他們喜歡的漁獲 但我覺得蠻厲害的地方是 像我是吃素嘛 所以其實我對於魚腥味不太喜歡的 但我在這個地方 其實沒有很明顯的魚腥味 所以我覺得他們處理得非常厲害 OK 我們現在人來到風舟市場 這邊提供給有一些魚飯 來這裡可以添加一些裝備 像什麼靴子啊 防水服啊 一些小東西可以在這邊買 然後身後這邊呢 就是有一些 像我們像這樣來見習參訪的人 就可以在這邊買一些小小的伙伙 這一區就是他們的餐廳區域 所以現在雖然早上才7點而已 但是已經超級多店裡都是坐滿人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 幸運抽到這個風舟市場參訪的機會的話 其實可以順便來這邊早餐限定 一早就吃這個太豐富了吧 只要騎過去就是到羽田機場 不知不覺已經騎了7公里了 總長才32K 所以今天路線真的是很放軟 而且騎得算很chill的路線 完全沒有什麼難度 重點是他可以騎在就是 東京的這種城市裡面 是平常真的不太有機會自己騎車可以騎的路線 這邊很酷的是他們的人行道啊 旁邊的人行道會分兩邊 比較淺色的是走路的 比較深色的是騎車的 所以他就會有那樣的牌子 藍色就是給自行車使用 紅色就是給走路的行人使用 前面第二座橋到了 這座橋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看起來像是兩隻恐龍 然後在互看的一座橋 那平常他其實也是沒有開放給走路啊 或單車行人上去 通常你要開車或是騎摩托車 才可以上這座大橋 太酷了 兩個人一起騎雪地車也可以參加 OK 我們通過了第一隻恐龍的嘴巴了 接下來準備下滑了 橋的最高點就是這個位置 好 我們下一站來到了這邊 也就是竹地移民市場 那這邊也是觀光客通常必來的一個景點之一 因為這邊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比較傳統的小吃之外 生鮮的海鮮 甚至有沒有看我身後的玉子燒 超多人在排隊 這邊是一個新手 如果你第一次來東京的話 一定要來逛的一個市場 耶 上菜了 玉子燒 欸 超級多人在排隊 對 我們趕快來試試一下 這個玉子燒的口感如何 但非常非常的多層 口感上非常的Q軟 但吃起來有點偏甜 喔 太幸福了吧這個 OK 我們下一站來到這邊 是神谷丁站 那我身後的這邊呢 就是Azabudai Hughes 有沒有覺得很像一個熟悉的場景 大家有看過奇異博士嗎 會來這邊拍拍照啊 然後打個卡 然後這是一個滿新的景點 這個設施建局 非常非常有特色 OK 我身邊這邊呢 也就是東京車站 這邊也是必來的打卡景點之一 這次附近呢 除了對面有皇居可以做跑步之外 周邊也有很多 跑站或是運動名店可以逛 那如果真的逛累啦 其實東京車站 地下室還有拉面一條街 可以讓你稍微 吃一個東西 吃飽了之後 附近再繼續逛飽 非常推薦 那我身後的東京鐵塔呢 它的高支大概是333公尺 1958年的漸層 那它最早最早 拿來發射的就是電視台的訊號 所以它這邊應該也叫日本電波塔 神田站 很大耶 這也是很好逛 像是阿美的 肯定厲害 但是我覺得在疫情後這邊少了很多 不然以前阿美肯定 有很多很多的運動名店 然後可以逛吃居酒屋 但現在好像就都變得比較少了 要回到上橋處了 剩下最後的13公里 前面即將通過兩隻恐龍的聚集地啦 也就是Tokyo Gate Bridge的最高點 然後我們現在往折返路上 目前已經騎了21.5公里 大概現在最後10K 東京港海之深 我們正在往回程的路上 現在又進到東京港海深的隧道裡面 然後現在每個分組阿 其實都拉得還蠻開的 也就沒有跟原本的分組 但其實也無仿 但這個下坡好過癮 超長 好爽 我們已經不知不覺的 就已經要回到起點了 目前已經騎乘27公里 但我覺得這場比賽更酷的是 好多小步喔 很多Broughton車友耶 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其實Broughton騎這個路線我覺得很合適耶 他真的強度不高 好 喔 要抵達終點了 台場鋼彈 看到了 Diver City Tokyo 旁邊就是台場鋼彈 這個風液已經開始紅掉了耶 對 旁邊還有銀杏 台場鋼彈 鋼彈到了 抵達終點 yes 到了到了到了 OK 完成了 我們今天的這個 Great Cycle Tokyo 算是 我覺得非常親民的一個路線啦 那如果是我推薦的話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剛好安排 在11月這段期間 應該這個時段是他們的勞動節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個假期期間 封路 把這兩座平常不太能上橋的這個路段 都把它封起來 而且是每一個組別 都有找領騎的車手 在前面帶大家騎行 所以在前面的路程當中 你就可以 穩穩的往前 也不會覺得太快或太慢 也不會有競爭氣息 因為大家就要跟著領騎的前面來執行 所以我覺得非常推薦給 如果你剛好在這段期間 想要來日本玩 然後又想要參加 相關的自行車活動的話 我個人蠻推薦的 因為畢竟來這裡 你完全不用帶車 現場也有提供租借的服務 那看到很多人 除了公路車之外 還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淑女車 還有Brunken小布 甚至還有U-bike 也都有參加 所以我覺得這樣比賽 就是非常親民 廣告